细细品茶大拇指笔赞 桃园市长郑文灿逛新开幕的 台湾客家茶文化馆 茶园地景为主体 在以茶凹结合客家建筑 让民众来一场沉浸体验 设计非常具有主题跟特色 可以结合客家的茶叶文化 结合客庄的观光旅游 同时也是一个茶产业的集散地 客委会主委杨长正市长郑文灿 一一提笔书写做开幕封茶 桃竹苗是台湾茶产业发源地 馆内除了台湾的茶文化外 还有六国的茶室 要认识台湾茶产业的历史 结合客家时代去举办特展 里头摆放着古物用茶贯穿 兼去观光文化及典藏交流 来到这一探台湾近三百年来的茶叶史 记者前学术桃園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